backs Fucking amps 好 謝謝 總召 王委員 好 沒關係 我們就在等一兩個分鐘 好 好,來,來,賴委員,可以開始了嗎? OK,好,這樣等你一下,沒關係 好,來,可以大家坐好嗎? 我先說兩句了 我們是要面對 我們也會接受一切的結果 所以我是希望院長你也算第一次主席 我們要面對我們也會接受最後的結果 我們態度是這樣 所以過程當中 我覺得大家能夠互相體諒一下 這個東西殺人不過有投點地 這個東西你等於這個東西來的問題 總之我們國民黨給一些他要挨挨挨挨挨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我先把這個整個的前提講一下 所以整個來講 你現在你等於民進黨團 你每一條都有提修正案 你都有提修正案 既然你都有提修正案 當然我是希望說從每一條都go through 我們就有十二條 我們黨團就有三條 個別委員加起來有十二條 我們可以針對這十二條 給我們多一點人發言 其他的我們不發言沒關係 但是這個 這個我要請講這是我個人意見 因為這東西跟美人也不能說 說得善 反正我們現在面對的 最後都讓你們 整個都讓你們看 要怎麼嫁而已 這個東西是這樣 所以過程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砍頭幹什麼 這個東西我覺得 那種感覺是非常的肅殺 很不好 我們要這樣說 請你看我們這些人 都是非常慈眉三目 髮像莊嚴 很耐心 要站起來看不見 出手兇悍 手斷殘忍 你看我們這些人 幾點有我們這些決議 但毫無怨言 吃眉三目的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太多議員講很清楚 好 我們上次來 我想這個樣子 這樣我講一下 好來 延續早餐 因為是我們沒有 早餐回來 我們早餐 讓我們溝通的過程 我再重新講一次 所謂朝野協商是要增加 一直效率 所謂之間的薪酬 我再定朝野協商 所以我們現在的核心事項 直接說就好了 這位公公公府 你們十二點沒關係 十三至十四點 我們都喝酒 最好就是六條 幾條都沒關係 沒有意見先放旁邊 有意見先說 但是到最好要處理 當然是有意見才的標館 今天要怎麼發言 我們都沒意見 大家分一分 當然要給我講清楚 一向你看 你讓我把你放那麼久 不然有一個法案說 不然說沒話 就三個人就要去表達了 大家也不分手段 所以這個朝野協商 這機制建議在這裡 我們宅養工夫也不久 這樣你們就會來 大家就真的聽 你們都會說 這不太久 也不怕 他說 告訴我 那照照這個原則 那你們都學上照有意義的 好嗎 好來 徐位 這個 中午的時候秘書長打電話給我 院長其實我們會場的時候有跟院長溝通 院長是兩點半說希望時代力量還是有人來 那我想早上我為什麼離開 原因很簡單就是程序問題 到底這個協商有沒有這個什麼效果 那如果只是針對這個有不同意見的條文部分 那沒有意見的條文部分 是不是大家都有共識 否則因為早上談不定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這個協商沒有什麼用 如果協商是這樣再回去委員會那個 這個早上我都講過就不想再講 我是說是不是能有個共識 今天協商的部分就是針對國民黨 或是其他黨團有意見 有深深動益的部分來討論 其他大家都沒意見的部分 我們是都同意 能把它變成一個協商的結論 在院會的時候怎麼處理 否則今天談完以後到院會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沒辦法達到柯總召獎的 透過協商來促進這個議事的效率 所以我今天來兩點半我就來了 現在是3點07分 所以我的立場 黨團給我的立場是 希望有這樣一個程序上的同意 那我們就會繼續坐在這裡 否則的話我 我雖然來半個小時了 可是我就是希望能 是不是有這個結論出來 否則我們不一定要參加 因為如果情況跟早上沒有什麼差別的話 那我們不一定要參加這個協商 這個我跟院長解釋一下 好 鳳姐姐你 要標示一下嗎 還是相同意思就是這樣 我講真的啦 這個算是一個 在立法院裡面要碰到這麼大的法案議題 講真的也不多 這個講真的這個 這個難得會碰 像這種 這麼重大的議題 當然有它的嚴密性 其實早上我也說過 今天不只是單純只有國民黨個人的事 也不是只有民進黨的事情 今天我們各黨的做在這個地方 今天這個事情是 會在我們中華民國歷史裡面 會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紀錄在 那當然或許經過了五次的委員會 或討論各方面的討論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剛剛的 從早上對話跟現在的對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有在改變 其實他們也願意 其實從剛剛我們從賴世保委員的講話裡面 我們可以聽得出 他們也有在做改變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我們是覺得應該大家應該 心平氣和的做下來 然後尋找出一個 共同可以解決的方案 那當然有正義的拿出來大家討論 其實剛剛賴委員也講得很清楚 如果討論的結果大家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話 那是後面解決的事情 那有共識的像柯總召講的 有共識的我們把它先擺一邊 那有爭議的大家覺得有爭議的拿出來 其實柯總召也釋出三億的 你不是只有六個案 你十四個案子他也願意接受 那也表示說民進黨這邊也釋出三億了 那既然國民黨這邊也釋出三億 民進黨這邊也釋出三億的話 我建議院長這一邊跟副院長這一邊 我們就心平切合的把這個問題把它處理好 那這個何樂何不為 好 這個 好 這個 這樣好不好 我再說一次 我們希望就是 稍微想增加意識效率 就是你來那麼久了 沒關係沒有一個法案說要表決錢 沒有學章 學章就是沒有意見先放在旁邊 有意見說看看 說不出來就是這幾條 民進黨過去再怎麼強悍 還是在這個規則上 在跟國民黨來處理事情 我們從來沒有破壞這種規則 就是要大家可以好好來講 在那你若表示假的 中途我確定的你會說這樣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第一次確定 大家比較不會說 擬人擬人擬人 不然我們就落在樓下 開始大起討論 那也不需要 沒有啦 我說今天我們把這程序先講清楚 沒有問題 有問題要有的表格 我們要加工費沒關係 香港人沒關係 但是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都失焦啦 我們這一次的組得很清楚 我們就聚焦那三大點 加上其他的九點 聚焦的加 其他的問題 我們不會 但是你說 說你報道萬一有一個委員 突然這條 沒關係 有千年性的 我們黨團可以決定這樣 就是說 說沒有意見的 我們就基本上就不發言 但是如果萬一有人說 這條我特別要留紀錄 那就尊重吧 對不對 但是基本 有千年性的 都誠意性的 我們一條一條看 我這條先講清楚沒關係 如果是二十二條 我們都 都不放了 我們就專門 focus在十二條 十二條 就給我們多一點空間 好啦好啦 殘數啦 好 我們這樣 我們先大家這樣 很好 簽一下 簽一下 我們這樣好不好 這個 我是有準備一個 我黏一下 我 蛤 大體討論 我跟你說 你要多方幾個去說 好啦 十五個 齁 三十五個 十五個 一條而已 齁 齁 那那十二條 齁 因為說 有意見 一條五個的人就好了 我們公衆 反正他們其他黨團 照比雷 你們去派 好 公衆 你們如果真的不達成 我們共同的目標 公衆 夾以兩岸 夾以兩岸表決嘛 這樣嘛 因為你們基本上是 要我告訴你 結果是你贏嘛 就是你贏嘛 所以 實在你可能也要說 你不要把他尊重 如果我們要說 你照比雷 他們一個就好了 你也一個就好了 你如果要說一個 有五個 你五個字 沒看 是 我比較有交代 好 你也 我先 我來這樣 那個 我剛才聽到現在 四個黨團 基本上 都不反對 有共識的部分 大家就 在院會 就進行處理 那沒有共識的部分 不管是十二條 十三條 還是十條 就提出來 依程序 大體討論 主條 大個處理 這個都 我看這次大家都沒有意見 那麼為了讓各黨團 能夠 出去 互相之間 不要破壞那個信任感 我是炒你一個 我們先簽的 非常簡單的 我練給大家聽一下 各黨團同意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 按進行主條討論時 除有爭議條文 以院會表決 取以無爭議條文 依協商結論 或審查會通過條文進行處理 這個是互相之間的信賴 這個裡面都不會影響到 了結前要加入花園 可以啊 花園也可以啊 院長 來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協商完 這個不當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剛才講的一圈 又繞到原點 如果啦 這個只是 剛才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你就是親民黨 時代力量 剛才賴委員講的 我們都是同樣一個問題嘛 就是到最後 如果 好剩下15條大家有意見 然後 34條全部又重來 不會啦 我跟你講 不會啦 沒有啦 我們幾個人在這裡講 既然不會為什麼 大家簽個字 這個也不會影響 這個也不會啦 沒有陷阱 有陷阱 你怎麼說 沒有陷阱 沒有啦 你太看了什麼陷阱喔 我依依回答你 這不是這個問題 這邊的最大的字 都很公平的好 先來研究啦 研究好 我剛才跟你講的 這樣講這樣做 我不會跟你拚 我不會跟你拚 有些原則確定 那些錄影錄音 所有的人 我們講話難道不算數 1 2 3 4 5 比這 講話不算數 我說這樣就是這樣 我知道啦 讓大家比較好吵架 你 拜託啦 我們大家 我說這樣 為什麼 我早上到現在 一直跟你談這個事情 假如大家沒有共識的話 這個協商 這個協商沒有關係 今天白左也沒有關係 拜託大家一定要賺到 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會讓他有效力 我總是說不可以拚久 對吧 但是我們 我們要說 這議事審議上 我們今天沒有休息 有個末期就簽一下 不然 我們沒有好想 要在樓下開去搶滾喔 開始大體討論 這樣不好啦 那是要包括說 大體討論的時候 他們要派15個 把他只只有一條 一條 一條 剩下的一條五個人 好啦 基本上這個我們都覺得 你如果要寫進來也可以啊 現在這樣喔 報告各位 沒有啦 現在我們 我們黨團有一個實際的難處 這 主席長不必說 我拿他講 好啦 我們黨中要叫我們說 不可以在這個事情 不可以簽任何的協議 我們這裡頭 砸出來自己要付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這裡的人 跟你說 我們都自己拿出來 好啦 我們實際 你相信我們嘛 沒關係 我們就信任嘛 不必要 我們就信任嘛 有書 好 大家可以做證 好 等一下 如果我們十元阿輝 你怎麼批都讓你們批 我先給你 你批啊 十元阿輝 好啦 我再讓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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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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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說 要信任 那就白紙黑字 那 你不要把 跟這個政黨協商 院長召集政黨協商 不相關的人士 你們黨中央 或是黨主席的意見 放進來 這不是黨中央在協商 那我要把他講清楚 我要把他講清楚 你可以這樣講 可是之後會不會反悔 我們兩點半開會 你也可以三點來啊 有啦 我把他講完 我把他講完 好 我意思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 那還不是回到早上 早上我們為什麼會離席 就是因為你們不願意 承諾這一點嘛 那如果沒有 下午也不願意 那繼續討論 討論 十幾條不一定會有共識 那其他沒有的部分 那禮拜一如果真的又是那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黨團給我的立場是這樣 有白紙黑字 我就繼續做下一協商 如果沒有的話 等一下 來 世保兄 來 等一下 我來講 其實其實 我們是要解決事情 其實坦白講 在這個地方 都有錄音錄影 好 如果真的是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錄影帶調出來 錄影帶這個筆簽 有命 不就簽字了 有命我覺得可以 我們就相信 我排隊 來 來 剛才老柯有說一個 過去的協商都是這樣子 老柯請你告訴我 哪一次的協商有先白紙黑字寫下來 一次都沒有 大家就是口同君子約定 好啦 我來打一下 沒有再寫白紙黑字的 沒有啦 沒有白紙黑字的 沒有啦 但是都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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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樣 我們大家照共照鏡 這樣好不好 齁 你有空中 我也有空中 我們也有壓力 但是 沒有 怎麼拜 我們就開始走 照共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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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 好 那個主席 禮拜一開始 照共照鏡 禮拜一開始走 好 那個主席 就是說剛剛那個發言的部分 就是說 除了政黨比例外 可能到時候交叉發言 好 這是我建議啦 交叉發言 這張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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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交叉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來 其實我們不是很在乎 這個院會討論時候 這個政黨發言的比例或什麼 我只是想再確定一下 我們這個政黨協商 它的功能跟目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有效的促進意識效率 好 我也提 我剛剛也同意 就是不同黨團有不同的部分 我們要拿出來的團可以 那是不是有共同的部分 我們去承諾說 我們在院會裡面 就像剛才那個書面資料一樣 來進行處理 他現在就承諾了 我們就承諾了 我意思是說 你不相信 這是一個程序上的協商 如果這個協商的結論 大家都接受 那為什麼不能簽名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不能簽名簽字 我們就相信 我們就相信大家之間的一個約定 好 那我們就進入實質 來討論看哪一些的議題 那國民黨這邊是比較在意 院長我還是要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白紙黑字這麼困難 那就把它簽 我覺得這是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先談清楚 到底這次 我們要跟誰吵架 我只是想請問一下 對不對 不是 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嗎 好 我只是想請問一下 我們協商目的 那是不是可以有個約束 好 不同意見的部分 院會裡面就按照 那有同意 大家有共識的部分 好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 因為 這個沒有很困難 那我實在不瞭解說 大家錄音錄影 大家都大人了 也都承諾說 這個話不能反悔 那為什麼不能有一個 關於這個協商的這個遊戲規則 至少 這個部分 這裡面沒有實質規範說 哪些是有共識 哪些沒共識 沒有共識的部分 這貴黨團 你要拿出來談 幾條都沒有 這都沒有去規範 他只是在講 如果這一次協商裡面 沒有共識的部分 沒有拿出來談 是沒有共識的部分 在院會裡面 就可以比較有效率的處理 這個會很困難嗎 這個有什麼陷阱在這裏 來來來來 又開始了 這個是為了效率 請問 民進黨團提34條都有修正案 我們都有意見 都可以撤回 對不對 我們要撤回 好 我們都有意見 那我可不可以要求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或是我離開五分鐘 這個我必須跟我們黨團討論一下 他是不是要繼續 我所獲得的授權是這樣 沒有白紙黑字的協商 這個 對不對 我們是不一定要參加 那咧 那咧 我們就信任 這咧 這咧 我們就信任 我們這個花園紀錄 這個逐字整理 等一下都全部上網 等一下先忘 那過程的錄音錄影也都會上網 那我們今天協商到底哪一些有共識哪一些沒有共識 之後我們今天協商 最後還是要有一個結論來簽 我知道院長苦衷 可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都知道只有協商結論 就算協商結論簽了以後要反悔也是可以的嘛 對不對 別這麼說 我在這裡協商超過六百參議 我們就說要接受了 我一定跟妳說要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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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新民契合就好好講 我們開始啦 我們開始啦 好 好 開始 停不下去 好 來 現在這樣我們先處理 這個就是說 我們讓黨團針對 要不要針對這裡面有意見的你們先挑出來 然後我們針對有意見的來處理 等一下會測很多案 為了你們的效率 為了大家的效率啦 你一條說就好了 好 不然要這樣好 來 那我們就從第一條啦 沒有啦 現在是這樣啦 現在先挑一條 先挑一條 我們要挑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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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先挑一條 再挑一條 我們十幾條放在這裡 好 我跟妳說 一方分的 對 我跟妳說 誰要來這邊 好 好 這簡單的問題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再想一下 我們看資料 我們十五好像每一條都有修圓中藝 那個我們 我先講 那個是我們準備說 破棘的時候要用的 所以我們會先 剃除掉 剃除掉 我們回到 我們 說不夠和諧 大家要 報國語的 要用的 現在就要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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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修繭就是這樣 不需要 修繭就是這樣 我們 我們 非常嫌疑 好嗎 有 七包 現在都創三包而已 好 好 那個 我們 先處理 先從 我們 我們依照審查會條文來處理 來 這個主軸來處理 好 來 我們就從第一個 名稱 審查會通過條文名稱為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名稱為 政黨及其附水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委員賴士堡等人修正動議名稱為 中國國民黨黨產處理條例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名稱為 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 宣讀完畢 好 那麼這一條 這樣喔 你所有的條文說民國76年以前成立的政黨 就只有國民黨 你要處理它的範圍不當黨產只有34年以後 要只有國民黨 然後今天我們的總召 我們的召委 陳其邁委員 可以去發言議政實員 慷慨 這樣替人 你說 都是 絕對中國國民黨 既然如果這樣子 為什麼不敢坦蕩蕩蕩的說 這就是中國國民黨 不要用不當啊 或者什麼政黨 乾脆挑明 中國國民黨的黨產處理條例 不不不不 協商是講的有沒有爭議 不是 不是啊 那個雅固道律師啊 如果協商好像虛晃一招 這樣對我們是很那個啦 大家討論嘛 不是啊 你要講一下 你對這個能不能接受啊 這個大家錄音錄影 對不對 你要講一下為什麼不能接受啊 好來 我是覺得 沒有啦 每一條每一條 當然大家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這個我是有一個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這個法過了 法過了以後 這個法以後還是會適應在各個政黨吧 沒有 76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後面都不算 都只有76年前成立啊 就是共和國民黨啊 就是共和國民黨啊 沒有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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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以後成立的啊 好 來那個 對不對 郵委員 我們 講話比較有敵事 這樣比較聽清楚 不知道都要聽什麼 因為呢 在處理這個不當黨產的這個 就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呢 最主要其實是 所謂轉型正義裡面 就在威權時代 過度到民主時代 那這裡面呢 就是在威權時期 那因為呢 就是黨國不分 許多呢 屬於國家的財產 那被登記在黨產裡面 那這些呢 本來應該屬於國家的財產 當然就應該還產於國家 還產於人民 所以呢 當然我們是要就是說 從民國三十四年 就是 這個政府呢 到台灣來 然後呢 這個接掌了以後 那這裡面所有的這些 就不公不義 因為黨政不分 這個 黨政不分的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 不公不義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把它讓它回歸來 因此呢 當然是在處理這一段時間 才符合這個所謂的 不當黨產的這個處理條例 那這個部分也是促進 轉型正義裡面的一環 所以在這裡呢就是說 把它變成是所謂的 中國國民黨黨產處理條例 我想不當 因為呢 我們並沒有要去處理 所有政黨 因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並不是全部都是不當黨產 那我們要不當黨產 只是限於在威權時期 轉換到這個所謂的民主時代 在這中間 黨國不分的情況之下的 這些應該屬於人民的財產 應該回歸來 就是應該還產於民 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說它不適合 用所謂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處理條例 那另外呢就是說 我們對於所有政黨的這些 財產的處理 其實還有政黨法 那政黨法是基於就是說 政黨就是在民主國家 政黨的一個公平競爭 那裡面呢 所有這些應該 黨產應該包括哪些東西 那那是所有的政黨 都應該要去受到規範的 那是規範在政黨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概念 理清楚 否則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在這個 裡面 裡面條裡面的大家就會不斷一直的爭執 其實我們要鎖定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威權時期 那這些所有的這個不當的這些財產呢 應該回歸於國民 我們黨團的決定是這樣 如果 沒有像剛才院長提出來這個 協商的遊戲前提 確立的話 那我們是不參與這個協商 因為 很抱歉 我真的不是想把氣氛弄差 你說要我相信中國國民黨 這個很難 白紙黑字其實也是可以試會 可是我覺得 有白紙黑字 來談 有共識的部分 在院會裡面可以進行處理 至少 可以跟台灣老百姓交代說 我們臨時會第一天是有成果 今天如果連這個結論 這不算結論 這是算協商的一個遊戲規則 都不願意簽 好不容易我們開一個臨時會 第一天就是在這炒這些事情 剛才又講 黨中央命令你們不准簽任何東西 各位想想看 就是因為黨一壓過民意才會這樣子嘛 結果今天還要拿黨中央出來 所以時代亮的立場是 我們不參與這個協商 謝謝 謝謝 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民進黨是1986年的9月二十八號 來 繼續來 那現在是76年1987 所以民進黨有在裡面 沒有1986年 我還沒中 民進黨是75年以前 民進黨是75年前 市長你解讀借言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 你真的是要他的實質的內容 本來我們的版本 後來我們也沒有進去 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們的名稱就是 政黨及其附水組織財產調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條例 其實名稱我覺得不是 你如果說這麼在乎不當這兩個字的話 其實我們要的是整個內容 要他實質的東西的話 其實某一個程度 在名稱上面的話 你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修正 可以看看 我是覺得 你真的是要實質的內容 明天我覺得不是一個重點 這個我是覺得 應該是這個地方 可以做一個空間 討論一下 好來 那個名稱非常重要 其實人家講說必也正名符 那你的名符正就言不順 事實上你這整個一個法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精神 立法的精神是什麼 你到底要處理什麼 所以他一定會跟你的名稱有所關聯 那你不可能說我的名稱 跟我的實質內容是兩個是不相關的嗎 法條裡面 你針對他的不當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敘述出來 那因為你現在是整個是在查 是他的整個的他的全部的過程裡面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究竟哪個地方是不當 哪個地方是當 還未知嘛 那你在查 在細部法條裡面 你可以把他的不當 把它寫出來 我覺得這是合情合理 整個在他的整個的法的一個 冠的一個最高的這個名稱裡面 我覺得是有他可以修正的空間 那這樣之後我覺得他們就不會有 我們先處理的就是不當的部分 我們不是處理全部的部分 所以要處理就是不當的部分 那第二個確實這一個政黨的這個部分 不是只有中國國民黨 沒有啦 其實當你在處理不當的東西 你相對就在區分哪些是合當的 哪些是不當的 所以哪有可能只有處理不當 你在同時已經做了一個區分嘛 所以我們所有的法律 比如說國安法 比如說什麼法 兩岸關係處理條例 這裡面都有一些跟你講 違法的 哪些是屬於違法的 哪一些是不違法的嘛 所以所有的法律其實都是這樣子的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協商是 剛剛安居剛剛的結論是在說 我們有沒有爭議 那爭議以後 我們尊重你們在院會 會有一個發言的空間 看怎麼做 那今天如果說確定大家是有爭議 我們就先把它放入到爭議的部分 這樣就都不用啦 沒有啦 那個 顧道律是不能這樣子啦 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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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嘛 你講講那一條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第五條 你是處理三十四年以後的 三十四年 我還沒出事啊 三十四年你也還沒出事啊 我們這裡可能沒人三十四年就出事啊 對啊 三十四年只有國民黨也有啊 你這裡面來 錢說就是國民黨嘛 既然這樣為什麼不敢針對國民黨 不然就回到紅軍剛剛所提到的 不然就是政黨財產的調查處理條例 調查就知道當不當嘛 調查以後不當就來處理啊 這個我也可以接受啊 對不對 不然就針對國民黨啊 你既然就 你表明就針對國民黨 你為什麼不敢針對國民黨呢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敢針對國民黨呢 不是不敢針對國民黨 來那個政委 那個賴委員我請教一下喔 因為剛才那個 顧委員他有講到說 民進黨成立的時候是 1986年9月28號 那所以如果我們照著第四條的時間的話 民進黨也在裡面 第五條呢 對 第五條就國民黨啊 那那 第五條就國民黨 三十四年開始啊 民進黨的範圍是包括 民進黨 沒有三十四年 民進黨不能在台四年 那有出息咧 你不當當三十四年 那一段開始他拚 他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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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 如果 如果你是包括民進黨 那就應該從76年開始 那個第五條就從76年開始 76年 對不對 當然 沒有啦 不是啦 我們是寫76年開始沒有錯啊 另外 我現在是要七十六年沒問題啊 國民黨的各種說明 裡面包含這文字裡面 你們也有對民進黨的一些 你們認為的附水組織也有意見嗎 對 還是你們之後 如果這個法條過的話 那你們都不會對民進黨有提任何的財產有質疑 如果知道你們 你們 對不對 沒有啦 你們有檢舉就可以啦 提出就可以 這樣啊 我們現在也要拚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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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先說得清楚 明天說 同意有洪軍說 我不要說我們有洪軍的啊 調查你才知道 盪不盪嘛 調查以處理條例嘛 你去調查啊 調查到盪不盪 對不對 我同報問他的啊 別我們的啊 這個剛剛 我們剛剛討論第四條這個是包含各個政黨 第四 這個法一過了以後 你看第四條 這是未來所有的政黨都會牽涉在裡面 所以今天這個 我們看這個法的基本的精神的話 這個法如果真的過的話 是未來所有的政黨都要遵從的嘛 所以你今天在這個title的上面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把它未來是一體適用才對嘛 現在包括國民黨說用中國國民黨我也不適合啊 也不可以啊 因為這個未來是任何我們中華民國任何的政黨 都必須要接受這個規範嘛 這是法的基本精神 你怎麼可以用這個那一罐呢 所以我還是覺得當初親民黨提出來的這個 我是覺得是最合理的 可以 一定可以參加 你們要的是真正的它的來容嘛 我怎樣 對啊 這不太重點 好 國民黨一直要像我們寫 針對 只寫國民黨 這個是 這不可以這樣啦 針對性也不行啦 那你不能針對性啦 那你不能針對性啦 今天程序不公開都針對國民黨 沒有啦 都針對國民黨 沒有啦 這特党都有啦 民主也有 那時間你發財 補充說明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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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補充說明一下啦 大致上就是那時候的版本啦 那時候版本的名稱跟李洪軍 現在講得差不多啦 正常機器負水組織 清查去處理 一起調查去處理啦 我們這先放在旁邊 這先放在旁邊 應該是清查去處理 吊傢去處理嘛 對嗎 好來 那他說的中道有力也比較合理 沒有啦 報告院長啊 我覺得協商要有誠意 我再講一遍 殺人不過頭點地 你應該盡量來接到我們的意見 他說我幾個二十一個都沒有成為 學者 你說 他說我已經會考慮 你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回頭重新都可以再討論第二遍啦 你不見得 你現在如果說第一條一定要有結論 這個很顯然就 沒關係啦 你先保留後面再可以從頭開始嘛 我們以前的名稱就是這樣 沒有要討論的結果 第一 這個名稱一定要修正也不一定啦 所以我們有爭議先保留 然後最後再重頭 一定會重頭再來討論第二次的嘛 你現在結帳到12點耶 我覺得齁 要名字不正就講不下去啦 所以你的意思喔 如果大家講不下去就 不然是怎麼樣 一定是先保留嘛 這個最後一定大家都是開會 我來做公道啦 對啦 那個保留 他已經聽下去了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馬上給你們答案 那他會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們內部也要整合啦 那這個如果他不要他就當場就給你拒絕不要了 他說擺著就是他已經擺在這邊 他會需求共識把這個名稱 如果內部OK這個名稱就可以做修正 如果不行的話第二輪再來嘛 對啦 他的意思是這個意思啦 這樣我說得沒辦法齁 對啦 這樣可以 你可以 你要坐飛了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好 那這個 一條審查會的條文啦 一條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啦 第一張總則 再來第一條 第一條 第一張張敏 張敏而已啊 張敏那個沒有 沒有人有意見嘛 來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一條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健全民主政治 並落實轉型正義 特制定本條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一條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健全民主政治 以落實轉型正義 特制定本條例 廢委員洪太等人提出修正動議第一條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 現存財產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健全民主政治 並落實轉型正義 特制定本條例 宣誌完畢 好來 針對第一條 第一條 民進黨 有一個修正 其實只是一個字而已 最後那兩條大家看一下 並落實轉型正義 特制定本條例 我們 以落實 這樣算 這樣可以嗎 好來 以落實而已 那個沒有 大意義上沒有完 廢委員洪太也只有一個新董事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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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要怎麼調查我 不知道你 來 好來 有關第一條廢委員所提的這個部分 是指現存的財產 那剛剛已經說過了 整部法律的命題 其實就是針對這個威權時期 用不當的方式取得的財產 你這樣說出來說 我開一開村再來算 這樣不通 這樣不通 沒有啦 那是你新董事的問題 你說的 意思不是這樣 現在是前面也是有不當取得 就是說以前是不當的 現在跑去哪裡 你要算這樣 以前不當跑去 不是 這現存不是你說的現存啦 現存不是你說的現存啦 現存不是你說的現存啦 不是說這存 不是這樣啦 以前不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不是這樣說的 怎麼會這樣 現存這兩年 你說的跟他說的 會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不能下進去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字 你的解釋跟他的解釋都不一樣 我們的解釋是說 原來不當 然後一直誤誤誤誤 現在存多少 現在看得到 不然你要這樣去看 我不知道你要看 我不知道你要說的是剩餘 有啊 有啊 我沒有講剩餘 我是講現存 我開出怎麼算這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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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蠶職嘛 沒有老蠶職 你 現存有個蠶職的意思嘛 沒有啦 沒有啦 有的他怎麼說啦 你說顯性的現存 隱性的現存 有的現存也不知道啊 我們能擱置一下嘛 就跟剛剛一樣嘛 好啦 這一條是 我覺得這一條的 只是象徵的意義啦 那是怎麼啦 蠶職嘛 蠶職嘛 我開一日 開兩日 好 好啦 我們再先保留 來 第二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二條 本條立之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本法規定之限制 本會依法進行政黨付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 反還還追徵權力回復 及本條例鎖定之其他事項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二條 本條例施行前政黨取得之財產 主管機關任有爭議之餘者 應疑請監察院調查之 監察院為前項調查 准用監察法相關規定辦理 監察院認定前項政黨財產取得不當者 該政黨應於二年內返還原權力人或機關團體 原權力人或機關團體 亦得依前條規定請求返還 宣讀完畢 好 那麼針對第二條 好來 李靜玉委員 來 這個齁 國民黨的黨團版本 是用監察院作為主管機關 老實講這個不通 憲法政修條文規定非常清楚 監察院的職責是針對公務人員 針對公務機關 所以監察院沒有任何行政權 所以你在這裡把這個不當黨產的處理 跟清查交給監察院 監察院有什麼行政權 監察院憲法賦予的職責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你們要講清楚 這個如果監察院沒有辦法接受 出去會笑破大雅 沒有啦 違憲條文去調查 這樣就像違憲條文 來 我要請教 沒想到 黃黃雄已經調查那裡 還有做主流傳 黃黃雄那個是調查報告 他是以監委的職責 他做一個調查報告 但是這個是行政權的處理 這怎麼可以交給監察院 不要笑破人家大雅 沒有 監察院調查黃黃雄已經有調查 監察院沒什麼都可以調查 今天把貨幣也調去 實際上也調查 只要他屬於所所調查 變成他主管的話 那這個 監察院比行政權還大 不可能適應 他監察院是彈合究極 公務人員 這民間的財產 哪有監察院來管呢 所以 你怎麼像這樣違憲黨 我不跟你講 我跟妳講 行政院 他行使是行政權 你現在等於是有說推論 是判定人家說 你只要說不出來 你就是不當黨產 只要你不是黨費什麼 政治獻金 你統統叫做不當黨產 沒有 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是行使司法權 行使調查權 你怎麼可以行政權行使他 那是違憲啊 到底是違憲呢 剛剛是違憲 一條一條來好不好 對啊 就這一條嘛 剛剛大家說這個不可以 這樣要違憲 這樣要違憲 對啦 這個放在監察院違憲 監察院有監察院的證明 你們的版本 你們原始的版本 行政院下設這樣的組織 可以有調查 可以有準司法權 他有司法權 他可以調查耶 我跟妳說明一下 那他又是什麼權 行政權就是行政權 所以你們的版本也有問題 你們的版本也有問題 行政權 你們愉悅了司法的權力 你們已經是掌握了這個司法權 有權分力 大家照公平這樣說 你說監察院不行 各司其職 行政院拿來這麼大的權力 我跟妳說明一下 今天把調查權 把整個司法機關的權力拿過來 今天把調查權 把整個司法機關的權力拿過來 我們在討論這個其實很多都是法的專業 我覺得我們的法務部也有醫師處的 包括相關法的這個 我們也應該要提供出來 像這種有爭議性的 有這樣辯論的實施 提出他們的法的一個看法 做參考有這個必要 請法務部來一下 請法務部來一下 法務部已經來了 法務部說一下 法務部說一下 來 法務部來 稍微表示一下 司法院也要說一下 請問司法請司法 請司法院點點 林市長 要不要 表示一下 法務部的看法 您知道財事說他可不可以講真話 好 我們財事喔 每一個人都要講真話 基於專業 可以講出他專業的態度 好 來 來 我要重申一次喔 因為畢竟他們是專業幕僚 講出了或許會哪一個地方不滿意 或者哪一個黨不滿意都要尊重人家 不能對人家有惡意性的 或者是包括未來有清算式的 這都不可以 好不好 要不然人家怎麼敢講話 好不好 好 來 我請你 您問問一下 該怎麼來 本集中文是 expiration 該如何 就有立法行程空間 比如說我們監察院的財產的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調查 那個處罰它也是行政處分 也是提起行政救急 它其實也是行政權的一種 可是我們卻把它放在監察院 監察院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有立法行程空間 至於這個到底要放在行政院 或者是行政院的組織 或者是監察院這裡 其實這個是一個立法行程的空間 那要論武權的話 現在的武權我們的監察院也有管行政權嗎 我說明一下 任何一定要依照法律的授權來處理 剛剛那個司長所提到的 這個監察院所以有對財產申報的調查 是因為財產申報法 它的針對的對象也就是公務人員 所以這個監察院還是在處理公務人員的部分 這個非常清楚 那今天有關黨產的這個規定 它是一個行政 它是一個行政行為 它基本上是一個行政行為 那它可以做行政調查 行政調查有沒有 可不可以真的調查 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當然有啊 公平會就是這樣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是這樣 那調查你有沒有 這個壟斷啊 有沒有不合理漲價 這個本來就是調查 所以要有法律的授權 就是藉由這個法律 我們給行政行為這個調查 交給現在這個 所謂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來做行政調查的工作 那至於它調查的當或不當 它本來就有行政處分的救濟方式 這規定在後面 所以就這條來講 本來就交在行政院底下的 這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來處理 就很合理啊 那如果你交給監察院 這個都涉及我們權利分立的問題 因為監察院處理的對象 就不會是民間團體嘛 中國國民黨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一個民間團體 都是一個人民團體 它不是一個公務機關嘛 你交給監察院 這個與我們的憲法體制不合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它既然是行政行為的調查 那行政行為的調查 就交給我們在行政院底下 設一個這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就很合理啊 所以交給監察院的道理 我想不懂 我補充一下 沒理想說 好來 為什麼剛才第一條 費紅太委員去講這個說 應該講現存 現在要調查你 各位想說今天如果針對個人 可以不可以 說你個人只要沒有講出來 你都是非法的 都手來 都貪污來 財產來源不明罪 我們後來只有限縮在貪污罪裡面而已 也沒有全部每一個人都可以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在哪裡 所以你這個是要剝奪人家的財產 當然要非常的嚴謹 而且中間不是只有幾個委員說 我認為你不定 不當就是不定 你還要有一些公聽會 後來我們都會說 你要有公聽會 這很嚴肅的事情 這判定你是非法 而且你要支配出來 這個是多嚴重的事情 我剝奪你現有的財產權 雖然我們的憲法沒有去規範說 沒有去規範 沒有這樣講 說社團法人怎麼樣 可是我們的憲法第15條是保障人民的財產 社團法人就是人民的組織 相對你可以把它擴大的話 它是保障一個所有的一個團體的那個 今天各位要想想一個東西 今天你是不當黨產喔 假如把我這裡的不當黨產改成 跟我說不當社團 社團加一個社團 不當的財產 這個東西整個就豬年九族 所有撞到 那東西大家會怎麼想說 喔 中華民國號稱民主國家 這個豬殺命這麼廣 所有的這個社團法人 只要你都可以來查 他說你這個錢 從哪裡來 我們有需要列一個這樣的法嗎 只為了要清算中國國民黨 對不對 所以問你這說 你如果是說 你不要用中國國民黨 那你後面的東西 事實上 我告訴你都很清楚 你那個起算的年限 你三四 你雖然說現在還沒說到這條 你這三十四條不用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只有國民黨有而已 這年很清楚 針對中國國民黨 大家都知道 針對中國國民黨 我們也認了 我們願意接受 我告訴你 我們願意接受 我們願意承擔 整個來講 我們就吞進去 反正立空間出境 大家現在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抱著一個這樣來說 讓你的法真的出去 也加上說 我們某種程度的認可跟背書 對這個法只有好沒有壞 大家不用一直追殺到底 不需要 真的是這樣 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針對我們到底放在哪裡 剛才談到監察院 李經緯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個財產申報是有什麼立法 然後他是針對公務人員 那剛才談到公平會對不對 公平會是行政權 但是他現在公平會是 行先行政後司法 跟行政後司法 也是有司法權 先行政後司法 在上一屆的時候 公平會主委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我不知道 公平會主委 送個案子進來 公平會要有收手錢 是我把他擋下來 這是我擋下來 這個是我們真的很久 因為行政調查機關 雖然先行政不行以後 移送司法 他要收手錢 那整個整個他司法 就崩潰了 那公平會的職員有調查錢 委員有調查錢 這個當然是一定要令狀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談到就是說 你剛才說了嘛 你們既然要認了 來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是要處理 但是你要擺對地方 擺對地方你就根本就違憲了吧 最對的地方是司法運 司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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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幫他 來 顧委 第一個 我對於說 現在好像等同回到委員會 在審查這個條文的時候 大家在對這個條文 好像在那邊講一些 其實在委員會就應該發表了意見 但是拉到這個協商 我覺得我是有點不耐煩 我本來以為是說大家有爭議 那就把這個爭議 陳述 讓我講完可不可以啦 好你講 你講 所以 協商的意思就是說 你講 我不同意 那我們就協商就擱置 那你現在要一直講 一直講 那講一個條文講到半夜 那不是又等到回到委員會 你們委員會當時為什麼不去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國民黨很不幸的 就偏偏是一個在威權時期 黨國不分的政黨 全世界有哪一個政黨 曾經有過一千億的財產 一百億的財產 那你一直要講 你一直要講 那大家就講 對不對 那大家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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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是來吵架 可是你對每一條都壓著說 你不同意又怎樣怎樣 哪有這樣子 對不對 第三個 已經講過了 現在的行政調查權 我們針對當時黨國不分的年代所取得的財產 現在來進行調查 如果你認為有違憲爭議 你去提違憲 釋憲的爭議 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沒有意見 對不對 那所以 大家表示完個別的意見之後 我們最多就是先暫時擱置 我們願不願意來討論 我們黨團也要開會討論一下 對不對 那 如果我們不願意接受 那就表示這一條是放入 剛剛提到的這個爭議性的條尾 裡面去透過黨團 那個院會裡面 讓你們充分表達意見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你們要五個人要幾個人都OK 是不是大家用這個精神 然後繼續往下走下去 那你如果每一條條文 大家在那邊講到第二條 就講到第四條 講到第四條 講到第五條 講到第五條又回到第一條 那個是有確定的 好 我們這樣子 如果在監察院還是在行政院 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還是保留一下 讓進度能夠稍微 如果要試著解決一條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就是 來 來 來 現在我先講一下 我是覺得 今天好像變作公道杯 我沒有在哪一邊講話 畢竟就是這個 這個要讓他可以順利的去完成它 或許現在他們有些闡述 民進黨現在這邊的大黨 其實應該是有一個程度 好 好 要稍微喝奶 好 很難 我們這個雙筋把他打開 稍微喝奶 這個樣子的一個去 如果真的是找不到交集 那是另外一個程式 我們時間還有 好 時間還有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應該是 給他們參數是OK 好 我們這邊要接受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個程式 對啦 好來 我剛才一開始 有提示都已經講清楚了 我們後來也不會 要讓你處理 我可以說 今天不管說完 都要讓你處理 我們還是 今天有家人不說 都要讓你處理 稍微 你都不用緊張 你緊張什麼 好 好 我必須講一下 周圍使徒讓你來說服 也沒關係 那你要站在法理上 好啦 柯總長 我知道你也參加過很多次的協商 以前 對 在講長照法 在講食安法 你知道那個協商是幾次嗎 絕對不是今天我們打算一天 就一下子開快車 這不可能 全部就結束了 我們那時候是長達幾個月的協商 好來 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拜託各位委員 協商的時候 當然就是大家沒有結論的東西 才會回到這邊再繼續談 那怎麼可以去來指控說 你們在委員會怎樣怎樣 所以來到這邊什麼都不可以談 那就保留保留 好結束 然後就走 那是真正協商嗎 柯總長要講句話對不對 好來 來 請教一下 國民黨黨版第二條 那個主管機關到底是誰 你們是有爭議的時候就交給監察院 你們說本條例施行前 政黨取得之財產主管機關認定有爭議之餘者 以請監察院調查之 那主管機關到底是誰 那你條文都沒寫啊 那你條文都沒寫啊 那是誰啦 那是誰啦 那你們自己的版本 你們完事實上來講沒有 有爭議送來監察院啦 有爭議 那你們主管機關到底是誰 那你們主管機關到底是誰 我就可能 我也猜不出來你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主長其實我們對條文沒有意見 但是到底放在哪一個單位是最四平八文的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不是說反對條例嗎 那行政院 這個如果不是只針對國民黨 未來所有政黨都適用的話 我們要不要讓行政院擴權到這個程度 到底哪一個單位是我們大家可以接受的 問題在這裡嘛 有一個主管機關內有爭議之餘啊 好來 您就好嗎 您就好嗎 好 你說 我告訴你 現在行政院是民進黨的行政院 那在我的看法 今天不管是監察院司法院 他還有一些就是具備 讓人專業獨立 讓人有感覺認同的機關 我們今天care的是這樣子 我認為說 你既然要設在下面的委員會 最起碼你要讓大家能夠認同 結果我們現在知道嘛 行政院現在是民進黨的行政院 跟國民黨跟前民黨跟時代力量行政院 不是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設在他下面的一個獨立機關 當然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就不客觀 那你今天要設在司法院 我們絕對支持 設在監察院 我們也支持 小某一馬夠獨立性啊 大家能夠認同啊 這是我以上的表達 來 請國民黨 你們放開你們原始的提案版本 自寫第三條 主管機關也有主管機關 施寫念正部 那你今天主管機關在這裡沒有寫 我想 你只有寫說 有爭議中心 所以你有點心虛啦 讓我們來填充這個 是誰嘛 你知道嗎 這樣 既然填充是念正部 當然是這裡面有關 那法務部 所有調查機關要進來 行政機關進來嘛 當然是行政院嘛 院長 來 我再講一遍啦 這就我們再講幾次 殺人不過頭點地 再講一遍啦 好啦 我跟你說 你就是要跟我們台語講 跟我們改一遍 大家心胸放大一點 我就跟你講 禮拜一就給你們處理了嘛 就要給你們過了 對不對 所以我回到 我告訴你 李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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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一聽我們的新生 要上刑場 讓我們改一遍 這樣啦 不要太浪費就對了 對啦 不要太浪費 對啦 假腿傳出來 好啦 協商又不是 在心理治療 要從這裡會換 協商又不是在心理治療 李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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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不要一下 我很心胸寬大 很心平氣和的講 心理治療也要照顧保卡 對 最主要就是說 第二條你們的主管機關 到底是誰啦 第一個是 你們是內政部 還是監察院 還是司法院 這個處理的行為 都不一樣 如果是監察院的話 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是行政行為 那如果是司法院 司法院 司法院只負責司法審判 那所以你們到底要改成什麼 你們要主管機關 到底是內政部 還是監察院 還是司法院 你在條文裡面要寫清楚 所以 我很心平氣和討論 你課會不會改 你課會不會改 好那這一條 我們先還是保留一下 先保留 因為你那個主管機關 你們討論都好 我們後面有監察院的成立組織 有很小事 你再說再說 不要去 後面監察院組織 333 稍稍清楚 先保留 先保留 來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三條 本會對於政黨附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 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不適用其他法律 有關權力行使期間之規定 這個 不修了不修 好 策案 策案 給他策案 好來 第四條 這算是有共識啦 那第四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政黨 指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日前 成立 第一 動員勘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 二 附水組織 指獨立存在 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三 受託管理人 只受前二款所稱政黨付水組織之委託而管理或受讓財產而管理之第三人 四 不當取得財產 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備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使自己或其附水組織取得之財產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四條 第四款 不當取得之財產 指政黨以違反政黨之本質或其他備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使自己或其附水組織取得之財產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委員賴士寶等人提出修正動議第四條第二款 中財務或業務均修正為財務及業務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宣讀完畢 好來 我們 來 那第四條的部分 我先善意提醒 叫你們講的 叫你們講的 76年以前 叫你們講的 叫你們講的 照你們講的 76年以前 黨國部分 我掠奪 剛才有沒有你說 阿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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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接受好了 都接受 都接受 你說得到 那個時候是不是黨國部分 國民黨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國民黨 對吧 有 好 那個時候投資多少的企業 台積電就有成立 台積電什麼時候成立 好 就有 這叫什麼管理 沒有 他是護水組織喔 因為照你們講的 你們是很寬鬆的 你們 只要掌控其人事財務及業務 或業務 或財務 或人事 對 國民黨有阿 我們有投資阿 政府派董事也是阿 政府就等於國民黨阿 好啦 就不是阿 我跟你講 那時候有多少的企業是這樣 中心電工也是阿 富豪金礦也是阿 這一些都是附屬主持阿 在你們這樣講都是附屬主持 因為他只要有控制人事 什麼叫控制人事 我派董事就是控制人事啦 什麼叫控制財務 他直接給錢就是 我投資就是控制財務 這個東西你都沒有定義得很清楚 這時候 而且你們13條 不好意思我要插到後面 因為你們有個吹哨子條款 鼓勵人家檢舉 這個法案通過 我是三立提醒啦 沒有 對啦 大家一定去檢舉的 哪一間公司 附屬主持 哪一間公司的附屬主持 我跟你說 因為你們會訂獎金 我善意提醒 用極比較嚴謹 你們範圍就不會那麼大 如果你們不接納有沒有意見 我是提醒人物到了 好來 哪個賴委員講的有沒有道理 就是 破改變成籍 來 當然 當然不可能 你要 籍就是兩條都要來 你看這個條文裡面寫喔 一個是 低段值存在 獨立存在 你還曾經有 曾經有 對對對 那就是價值有的嘛 如果我跟你說 價值都有啊 因為黨國不分黨員也有 只要國民黨有投資的 只要政府有投資東西啊 但是 後面你再看 協議 協議會相當對價 我明白嗎 脫移證 沒有啦 會相當對價 不知道是 舉例啦 舉例 這個東西大家很快 三號說對價沒飛對價 顯然 比如說 有一間公司 這ABC公司 那時候 我們賣掉二十塊 現在股價五十塊 我說這個 非 當然以當值貨狀況嘛 實在 問題 我可以去檢舉啊 回你了 偏地風火啦 我是三立提醒院長 這個絕對偏地風火 我們絕對 很多人去檢舉 因為 什麼叫飛對 你都沒什麼定義嘛 你也不說 以當時 飛什麼 你也沒什麼以當時 你是這樣 且與飛相當對價 只會這樣 我可以下來看 現在很多人 收工也是這樣說 我現在價值一平一百萬 你那時候 為什麼賣二十萬 你也聽我說 那我這個檢舉 就沒完沒了 我是善意提醒啦 你們硬要過 我沒有意見 我只告訴你 這善意提醒 那些東西 你沒什麼以當時的價格 都沒有 你們就是 非以相當對價轉浪 而脫離政黨 脫離政黨 政黨空置 台營什麼時候政黨空置 台營雖然是 在七軍會成立 但是他不是政黨空置 我跟妳講 主要空置前 在什麼 和商分一補啦 你啥子控制 董事的控制啊 我跟妳保證 中華開包絕對是 中華開包絕對是 以前都是國民黨牌 台本也是啊 沒關係 中華開包絕對是 那要請坐沒關係 請坐好啊 請坐沒關係啊 好啊 這個 中習定工 中新定工 董事長 不是相當對價 對不對 這東西 因為你們很Ruff 不客觀嘛 你什麼叫做 非與相當對價 這東西 你沒有定義的很清楚 你說 那時候 非與對價 你就 可以這樣就清楚了 你現在是 就是用現在來看 賤賣 賤賣 來 顧吳律師 國民黨現在提出來的修正動議只是加個極字 或改極 或變成極 剛剛賴委員一直提到的說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這個部分你們並沒有改 所以你剛剛一直提到的說 非以相當對價而脫離的這個部分你們沒有改 那表示說你們也同意說 如果是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的 仍然可以算在裡面 那如果照你們這個講法的話 那現在其實我們只要討論其實是在一個貨跟擠的問題而已 對不對 我要講喔 因為老柯跟我講好幾遍 你們這個賦水主義主要是針對黨營事業 黨營事業絕對是擠啊 黨營事業絕對是擠啊 財務業務人士絕對是 所以沒有問題 我們接受嘛 我們接受 你們針對黨營事業 你們針對黨營事業 我沒有意見 我告訴我 我們後面我們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事情我沒有很堅持 你們一定要這樣 我就告訴你這樣的窟窿 我當然不要改啊 你說什麼 故意師這樣 我當然不要改 為什麼要改 我不是聽你們解決問題 我是告訴你這個有這個問題 如果用擠的話它範圍就窄 您可能處理起來後遺症比較小 我是善意提醒 這樣而已 好 來 那在我的看法就是說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當然是指在轉讓的當下不是相當對價 這個在文藝上的解釋 應該沒有第二種解釋的可能性 就是你一定是在轉讓的當下 非以相當的對價 那之所以會提這個主要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在脫離到它的實質控制的那一個當下 它是故意的以不是一個相當的對價而轉讓 而這一個組織又曾經被國民黨實質控制的時候 它才會成為這一個所謂被規範的護水組織 那如果它在轉讓的當下 它在轉讓的當下 它就是以一般的這一個市場的價格它就轉讓出去了 那就不會是這裡所定義的護水組織了這樣子 那現在剩下來是集跟貨的問題 那麼從這一個實質控制的觀點來看 它不管是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的控制 都算是一種實質控制的一種 那麼既然有實質控制是一個大帽子 之下它是藉由人事來控制 或藉由財務來控制 或藉由業務經營來控制 都算是實質控制裡面的一環 我再講一遍 我的條款是善利提醒條款 什麼叫實質控制 你說人事你有沒有定義清楚啊 我拍一集董事算不算 你說不算這裡沒有寫啊 對不對 然後好來 你說我財務 我借錢給他融資給他算不算 這個東西樣太太多 第一個 第一個我強調的齁 第二個我要強調的是說 來來來來 聽我講什麼 你看我講什麼 中華工程好了 它當初在轉移的時候 它有時候是因為公司的問題 它不是按照市價轉移耶 那個東西破產 它打個七折六折 你就是這個道地的非與相對的對價 這個就出來了 我現在只是善意提醒你們 如果你這樣只要一個人事 派個董事就算囉 如果只要有借錢給他你就算囉 這樣子的話 那個租聯的範圍非常廣 我是這樣給你提醒 實質控制這個概念 是在公司法上面明文的條文 並不是我們發明的一種條文 好不好 這個這樣子 我覺得賴委員提出也不是惡意 他提出這個要用集會比較 對未來反而會比較順 那民進黨團也拿回去了解一下 集跟貨到底怎麼樣 這個要討論一下 就是說賴委員他講的那個禍果 會不會造成未來的一些 所以我們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好 你們這樣子很好 你們給我們提醒大家討論 是禍跟集 因為老科實體下跟我講得很清楚 這是針對黨營事業 針對黨營事業集沒有一家逃掉 一家都逃不掉 中頭逃不掉 華夏逃不掉 中營逃不掉 每一家都逃不掉 針對黨營事業 針對黨營事業沒問題 但是我怕你傷到一般的企業 我看這個就讓民進黨回去想一下 我不想 我再回答你的問題 你剛剛提到中工 那是國營事業一轉民營 國營事業經過公開競標 那不是相當 一定有對價 中工嘛 小城一經嘛 那還有啦 都有啦 現在我們去 中國營事業也是很多 國營事業移轉民營 包括 那個都是 依照國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公開招標 有一定程序耶 對不對 那是啦 國營事業 那是你黨營事業 那是你黨營事業 還有劉泰英 當初紓困的時候 是在這裡 那些人都對 你說我劉泰英 我說劉泰英 當年講的話我給你聽 這個賴委員提的建議 民營回去想一下 等一下我再想一下 你說劉泰英 劉泰英當過國民黨黨委會主委 民營做民黨才會主委是誰你知道嗎 這本席啊 我做中華民國政黨史上 我做最久才會主委 我做了十幾年 那你比較有錢啊 當年我們是管無行的 你們是管有心的嘛 我就沒辦法 一間家裡沒什麼管 老太陽當年 阿輝就去處理什麼事情 你現在公安會都有機會嗎 我都說我的機會 他最主要去侵查什麼 國民黨黨營事業 國民黨黨營事業 包括你剛才從中心電工 聊四十億 很多人謀不章的啦 國民黨很多黨營事業都要拚起來 還有財產都要拚起來 所以我都要去清查 去想很多 當初國民黨產 比如說放在奈斯 搞在奈斯保理黨國營 你放一趴 都要拚起來 撤好不回來啦 但是 老太陽要漏人的時候 要到年賺 阿輝要到年賺 他說他到四百億現金 現金四百億 所有黨營事業 包括年前選舉開 幾百億什麼 當年說八四台都不會買 他還有四百億現金 還算一百千金 幾百億 因為國民還要儲分 還有不動產 所以那時候至少有兩千億 把那本帳策拿出來 你就知道國民財產都驚人 你如果看法 你都不知道 三億分解一兩百萬 你懷疑不去 這個不對嘛 你要了解整個這個結構 是怎麼樣 黨國不分是怎樣 有的是 國民事業 移轉民營挑釁 那不是黨營事業 阿輝君就願意給你清啊 我不是說 這樣要給你們處理 就這樣說 這個 要給你們清啊 各位 內委員說 民進黨黨團要堅持貨 人家也不反對 他只是提起說 要不要改籍 那我們不必 先保留一下 民進黨黨帶回去 想看看 賴委員的建議 有沒有影響 如果 好 來第五條 先保留 來 這樣啦 你說不反對 先高開就好了 來 先保留 我剛才請他們回去想一下 回去讓他們想一下 不是快 或跟急啊 或跟急 就是剛才兩個字之別嘛 阿 賴委員是善意提醒 賴委員不堅持 這樣就讓你們自己想 好 好 請保留給你們想一下 第五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五條 政黨附水組織 自中華民國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 取得 或其自中華民國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 交付 移轉 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並於本條例公佈日時 上存在之現有財產 除黨費 政治獻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 及其之席外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政黨附水組織 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 以無償或交易時 顯不相當之價額 取得之財產 除黨費 政治獻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 及其之席外 雖於本條例公佈日 以非政黨附水組織 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亦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五條第二項 將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項中 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修正為或其受託管理人所有之財產 令特別提醒各位委員 民進黨黨團提案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中 顯不相當之價額 系物質修正為顯不相當之對價 賴委員士保等人修正動議第五條 將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五條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均修正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日 令在第一項巨目增列附水組織為營利事業者 除以營業項目使用 及取得之財產外 一同其於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相同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五條將審查會通過條文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均修正為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宣讀完畢 市府請國民黨先說明一下 賴委員 我可以說明 國民黨就是八十年就是動員開戀事業結束 這是很有意義的 七十六年是解嚴 我用九十三年是黃黃雄的報告 等於你們執政八年 黃黃雄中清一次 當然是等於是非法都清了 當然你們現在講不當 所以可以這麼講 如果你們現在在清就是比照黃黃雄 那就變成什麼 變成說它是合法但是不當 我也接受 沒關係 就說都要給你們了 你們就是這樣講 所以我是用九十三年 所以這有三個 你們三十四年是很普通的 三十四年共產黨要不 國民黨要不來 國民黨這些人要不出行 然後三十四年是國民黨還在大陸 你用三十四年開始 你回去要清去大陸 你不是一邊你國 對啊 剛才剛才清一清 你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很扯 你有沒有三十四年 我是很奇怪 為什麼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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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啦 日本投降以後 國民黨就來台灣 三十四年沒有 真的大撤退是在三十八年 不是啦 三十八年 他真的掌握政權是三十八年 你先問我 我先問你陳儀什麼時候來台灣 陳陳儀不要審啦 陳儀那樣審 陳儀啦 陳儀那樣審 我剛剛寫的是九十三年三月十號 我說給你聽 剛剛賴委員提到黃黃雄的報告 黃黃雄的報告是在民國九十年 那你們九十三年 這個九十三年從哪裡冒出來 九十三年財政部有核定一個 政黨或其戶水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則 基本上是一個行政命令 那你就說因為財政部有公佈過這個行政命令 所以93年以後的財算 那意思就是說國民黨93年以前的通通不處理 這個就不是我們不當黨產條例所要處理的原則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其實最核心的部分在哪裡? 在你在威權時代所用不當的方式取得的財產 我們整個條例就是要處理這個 你就九十三年 以後才要處理就不用幾年了 你剛才說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 三十四年很簡單嘛 因為日本台灣國民黨實質政權所在 台灣也是這樣交出來 不一定還過來 但是你們國民黨不是一天到晚在講說 我們拿多少黃金來我們拿多少東西來 所以很清楚 你們拿來你們要算 現在要清查你們說這不能算 所以很清楚 這個九十三年以後這不通 這根本沒人解釋 你就是九十三年以後才要處理這個完全不通 黨台是八十年啦 那是我個人的啦 黨台八十年啦 八十年啦 九十三年就不要討論啦 九十三年不要討論啦 九十三年不要討論啦 我們就要討論就八十年跟三十四年了 這樣好嗎 來 顧委 三十四年的八月四號 所有的法律它都是一個做通案的規定 它不是一個規範說哪一個政黨 特定的哪一個從什麼時候開始 那三十四年八月四號做為一個所謂 威權時期開始啟動的這個時期 那這一個的時間點就是在抓所謂的 所謂的現在以中華民國什麼時候開始實質控制 然後產生了這個所謂威權時期的一個概念的劃分嘛 那如果國民黨那個時候並沒有在三十四年 就有任何將國產變黨產 那當然就不會有問題嘛 那它的範圍不會因為你定三十四年八月四號 在試用上會有產生疑慮嘛 所以重點是在這裡 所以你假設說 國民黨把所有的日產或者國產變成黨產的時間點 是它正在三十七年三十八年 但是既然是被這個涵蓋 它法律試用上是沒有問題的嘛 但它這在講的一個通案的概念 就是什麼時候是叫做威權時期發生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整部法裡面有提到威權時期這幾個字嗎 有嗎 因為你們等於是從後面來解釋 然後再賦予它定義 你這個三十四年真的要說清楚講明白 那要不要把威權兩個字寫進去威權時期 不是你們的解釋既然這麼多 都是講威權時期 那是不是應該在我們的名詞定義裡面 也要把威權時期放進來 就是要處理威權時期的不當黨產 因為我覺得在你們的講述裡面 都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威權時期的概念 那我覺得可以啊 那就放進來 靠放在定義裡面 還是賦予你們三十四年 因為你們剛剛的纏述 我們不明白嘛 就是說完全的 我們真的是接收是民國三十八年的事情嘛 那你定出一個三十四年 你總得要講述一個非常堅定的理由 是什麼樣的道理 那如果說你們是威權的這個概念 那就直接明文的定在這個條例裡面嘛 要不然當然會產生質疑啊 大家會想為什麼是切三十四年 不是切三十五年 那是切幾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不要啦 三十八啦 不要啦 那你當作不行啦 日本把財產交給總統 城城什麼時候來 胡宗蘭什麼時候來 來同區什麼時候來 順利的呢 沒有 如果這樣子齁 應該回過來 你乾脆就 你希望威權解釋解釋清楚也可以 我們把那個說明解釋 什麼叫威權 好啦 來來來來 老哥啊 個人覺得放時間跟放威權這兩個字 還要去解釋什麼叫威權 那就放時間是最精確的 來吧 如果你這樣乾脆就題目 威權是順利最刺激的 我們再問了 你就乾脆 你如果這樣就乾脆定義 因為你們對後面的興趣 對前面有興趣嘛 你乾脆 我們也接受啊 威權時期 黨產調查與處理條例 你乾脆這樣子 對 威權時期 是國民黨黨國不分時期 這樣好不好 你乾脆這樣子嘛 我們再精準一點 我們就接受了 我們就接受了 接受了 對不對 你乾脆威權時期 威權時期 黨產調查與處理條例 乾脆這樣 好 這樣國民黨 國民黨黨的建議 民進黨黨的拿回去思考一下 你拿回去討論嘛 好 那這一條我們 一樣再保留一下 九十三年不要啦 九十三年不要啦 沒有 那是我個人的 黨團是八十年 是動員勘亂時期 不要我們白天 動員勘亂時期要 這黨團的 你也有定義 八十年是動員勘亂嘛 結束 三十四年八月是台灣光復嘛 定義是這個兩個節點嘛 應該我 這個為什麼要這麼缺 你知道嗎 台灣公共以後到動員勘亂截止 這是台灣最危險時期 最白天的恐怖時期 你動員勘亂時期以後 進任台灣 八十年嘛 八十年嘛 八十年國大前面以前 八十年我開始選舉 那時候也百合時代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 我們認為國民黨沒有那麼亂 沒有這麼做會做服 所以那一段時間是最黑暗的時代 這樣嗎 柯總長 為什麼一直談說 八十年以後國民黨 那時候民進黨也成立了 民進黨的整個的財產 政黨的運作 要不要接受透明的監督 八十年開始國大選舉 八十年我開始選舉 我們第二屆國會前面改選 你厲害啦 還原歷史真相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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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乾脆處理時間 就是三十四年到八十年 就是 那個 那個 動員勘亂時期結束以前 那個才有黨國不分嘛 那個才有一個亂七八糟的事情 統統清 我們贊成 好 這個這樣子啦 賴委員的案子會九十三年 他已經撤回不要啦 那就是八十年跟三十四年 那我們 要加什麼文字 還是怎麼樣的處理 會比較有共識 這個民進黨 趕快拿回去 剛才賴斯保追那段話 我聽的應該沒有錯吧 他說三十年到八十年 八十年 我們沒關係 你先是請你們 我說你們帶回去研究 三十四到八十 我們是在這裡 你同意就對了 你沒意見 好 好啦 八 借言齁 民國三十六年 三十八 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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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 好 那 好來 那是這樣齁 那段時間齁 轉移再轉移齁 實在是要炒 炒到現在啦 炒到現在 好 那段時間 然後 如果是理論嘛 炒炒 炒炒 炒一下 炒一下 你如果往後 還有很多錢 你不知道啦 我們華人你把我們炒出來 好 好 再一條 再一條就休息 第六條來 這個先保留 再一條就休息 好來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六條 經本會認定署不當取得之財產者 應命該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於一定期間內移轉為國有 地方自治團體 或圓所有全人所有 前項財產移轉範圍 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 但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 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財產 經本會認定署不當取得之財產者 如以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 應就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格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六條 經本會認定署不當取得之財產 應命該政黨附水組織受託管理人 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 自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取得或轉得之人 於一定期間內移轉為國有 地方自治團體或圓所有全人所有 前項財產移轉範圍 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 但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 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 第一項規定之財產 如以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 應就政黨附水組織 其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 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 自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取得或轉得之人之其他財產 追徵其價額 委員曾明中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六條第一項將審查會通過條文中 一定期間等四字修正為六個月至一年 第二項同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三項修正為前條第二項規定之財產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者 如以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 應返還交易時之利得或另行購置之財產 受託管理人應於受託管理財產時之 財產總額範圍內承擔返還責任 其於維持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先讀完畢 好 來 這一條 好 我們有漢審查會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版本有修 那這修是當然第一項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配合第一項去修正 那為什麼要修 引記剛才賴司法講的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要查你去查 那就是叫你的意思 那叫你的意思啊 對嗎 那如果政黨負責組織 受託管理人 我們是很多 上次都不知道 所以他應該證明 無政黨的理由 沒有政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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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不相當對價 這就是頭上 送禮 這就是 這就是 然後轉來轉去 轉到最後 第三人 就是所謂第三人 我們在歷史 時光法的時候 有第三人 包括這次行數也有第三人 叫做最好轉得之人 就是在講賴司法 最加的這部分 他剛才說的 這農府法的意思 後面是 也把這些第三項也是把它加進去 要追蹤其價額 要追回來 追蹤其價額 所以這是配套修的 來我現在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請教 那個曾明中委員 他現在也不在現場 他說 這個複水組織 或其受託管理人 因於六個月 至一年內 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 或圓所有人所有 那意思是說 超過一年就沒要查了嗎 這個應該跟我們說明清楚 沒有啦 你這樣喔 我拿去說 來 因為你本來的條文 你看最右邊 它是一定期間內 你這個圖子要下來 你把他放進去說 我每天你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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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你就讓人一個 你兩年 你六個月一年 你還沒到兩年裡面 都可以 你定一個時間 一定期間 太含糊了 不然就十年 一百年可以嗎 這個不好啦 我覺得這樣不好啦 這個都對我們立法來講 人家覺得太出兆啦 好 這是第一點啦 同學 他的說 是說 因返還是什麼 交易時候的利得 或者是 領息購置的財產 這樣啦 就是一貪而已要討出來 對啦 他有本錢去買的 你給他拿 財產最增級下額嗎 對嗎 沒有啦 這你想說 你們 老科 你們下的這個 學問很親密 我們要討一下 這個我 我們 我們要來討一下 我 我這個也是做了二十年教授 我討一下 我討一下 討一下 討一下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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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顧委 加這個就是說 我們本來只是說 無常或險不相當 移轉出去的 就 這條有 前面再加一個 沒有正當理由 沒有正當理由 我講的白點 就是說 有一些是有正當理由的 譬如說最近 朱立倫不是申報 他的兩億多 的那個 競選的經費 來自國民黨 有人轉個帳而已 對 那個就是算是有正當理由的 一個 一個補助款 這個就不用 不用再去 不用再追回來 對不對 保護柯正銘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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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三項 第三項 就是說 就第一項的規定 如果移轉給人家 已經沒有辦法返還了 那就是 就政黨跟付水組織 來追證它的價額 這樣就對了 不過有一條我要請問一下 好來 你們寫的第一款最後幾行 就是 自政黨付水組織 受託管理人取得 轉得之其他財產追價其價值的 就是差價的價額 你這個追就是 當時交易的價額 還是現在的價額 這個要講清楚 譬如說 我是65年當初交易的 賣掉的 那你要用當時的市價來去算 還是用現在的市價來算 這個法條要寫清楚 因為每一個時段交易的金額 高高低低 股價也高高低低 土地的買賣可能也高高低低 我們是不是這個部分 也要寫清楚 來我再講 等一下 這個就是報告院長 這個就是你整個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最大的盲點 因為你這個地方都講不清楚 就是 譬如說我20年前賺20萬 我會來給我 我這樣做 照你們說的 不當手法不賺20萬 到現在就變成2000萬 你到底不賺2千萬 還是20萬 如果20萬很簡單 給你就好了 我也希望我賺得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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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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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clutte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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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就是 對 那現在仲裁出來了喔 賠35億嘛 仲裁贏出來了 那陣部長就知道了 他那個打過官司終審來釋憲嘛 那個是弊案 第六條喔 這個剛才國民黨黨團的委員提出的相關的一些疑慮 民進黨黨團這邊稍微思考一下啦 因為這個都是第一次 大家在那裡激盪嘛 那麼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啦 10分鐘 10分鐘 沒有啦 休息10分鐘 30分鐘 沒有啦 忙又30分鐘啊 沒有啦 因為 好 那晚上真的我們要討論到12點喔 12點 好 那我們休息15分鐘啦 15分鐘啦 好吧 好 OK 好 你不會給他見信 有請 小心 可惜 有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